范真 带来的他们团队 在中国人设 然后HBase的 使用的实践经验 那我们就浪费时间了 然后现在这次开始 欢迎 好的 好的 我是来自中国人寿的范真 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 在HBase上的 使用的场景 大家应该都饿了 我就快一点 但是还是希望 能通过我的分享 带给大家一些有用的内容 我会从场景 优化 大问题 还有这个未来的工作 几个部分 去介绍我们 实际不过使用HBase 先来看看有哪些场景 我们是2015年开始做大数据平台这个项目的 当时的一个 要落地的一个应用 叫做客户统一视图 这是我们 就是在这个应用中呢 我们有这个使用 HBase的四大场景 我们的方向大概是这样 先做数据的整合 就是把很多系统的数据整合到一起 然后 基于这些整合后的数据呢 做一些客户的标签 再提供一些查询服务呢 去查询这些整合之后 还有加工出来的数据标签 最后呢 要把这些数据 导出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导出到Hive 去支持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这个15年底到现在大概两年半的时间 大概大数据平台相关的项目做了几十个 我觉得HBase呢是 是这个我们使用的这些技术当中 最重要也是使用最普遍的技术了 我觉得那几十个项目里面 大概有90%以上都跟HBase有关系 其实我们现在的规模 相比大厂来说是小了一些 这个小了很多 我们现在有三个集群 然后大概200多个节点 HBase上的数据有300多个TB 然后最大的表有30多T 2500个region 这个每天呢有几百个 MapReduce Hive SPA的程序 去加工大概50个TB左右的数据 每天大概有千万集的这个查询的量 先来说说数据的整合 整合呢就是这个数据仓户领域 经常遇到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这个数据环境 相信跟很多公司都一样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系统 大概比如说这个核心业务系统 销售管理还有客户主数据等等 我们登陆再测的大概可能有 上百个吧 然后光核心系统可能就将近十个 那这些系统呢 这些核心系统呢 并不是同一波人做的 数据模型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 有的呢还是全部一个库 有的是每省一个库 那需要做进一步分析呢 需要放到仓库里面去整合之后呢 才比较好做分析 这个 我觉得这个 HBase它的 这个 容易更新 这个方便更新 而且 无模式的这个 特性呢 非常适合去做数据整合 原来这个在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呢 做数据整合呢 我们要考虑 如何去做这个 如何去设计一个 二维的 二维的整个模型去 包容这些数据的差异 还要考虑说这个 模型 形成之后 我要扩展的时候 需要 可能会 带来比较大的代价 在HBase里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容易更新 它的这个 因为它 这个 它的 插入就是更新 然后它 可以 只更新 一部分列 或者新增一部分列 所以我们不用它 担心它 模型的扩展性 然后 因为它 无模式的这个特性 我们也可以 不用去 不用去 这个 一定要设计 张二维的整合表去整合它 那我们的做法呢 是把这个 因为我们是保险公司 我们把 我们的很多数据 都是围绕着保单来的 那这个 呃 我们就考虑 把一张保单 全部的数据呢 都放到一行里面去 呃 比如说在 关系数据库里面 原来它是 合一系统 都是三办式的这种设计 模型设计 合同是一张表 然后收费是一张表 那多笔的收费呢 呃 是这个收费表中的多条记录 那在我们这个 这个 宽表的这个 整合的模型里面 它就变成了多个列 呃 呃 这个 呃 这个就是 呃 我们从关系数据库 到这个HVS 整合的这个表里面 呃 这个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 先用一条工具呢 从 呃 关系的这个表里面 把数据抽出来 然后呃 呃 写入到这个 文本文件中 呃 呃 在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已经组织成了 Rowkey 呃 列名列值这样的格式 呃 呃 呃 然后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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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使用过程中 那个Rowkey就是保单号的倒序 呃 呃 某位的流水号可以把数据 撒得更加均匀 呃 呃 列名呢 我们的列名是用 呃 呃 呃 defeating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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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圆表里面的每一条记录都找到 在HBS这个表里找到它自己的位置 呃 呃 列人呢 我们为了保留全部的名系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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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列名和列纸呢 都打成了JSON 打成JSON 然后放到这个 HBase的具体的一个cell里面去 这个图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一个保单 它有三笔收费记录的时候 原来它是三行 然后放到我们的表里 变成三个零 OK 刚才就是 整合的这个过程 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数据 都能放到这个保单的 这个表里面 我们有这个保单 客户 销售员 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业务实体 对应着三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宽表 就是保单宽表 销售员宽表 客户宽表 那通过这三个表呢 我们整合了大概 这个几十个系统的 几十个系统 上百个数据库的上千张表 那做完这个数据的整合呢 我们基于这些整合后的数据 大概做了两类事情 一类呢是做分析 就是去加工一些标签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给客户评级 比如说做这个客户和销售员的 风险预警 比如说去做客户的购买能力预测等等 然后另外一类呢 另外一类就是去做这个业务实体之间的关系 做出来的这个关系表呢 用来索引 比如说这个客户的家庭关系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客户和保单的关系 销售员客户和保单的关系等等 那这个加工的过程呢 我们是使用manproduce来做的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 比如说还是拿保单举例子 我们已经把一张保单所有的数据 放到1号里面去了 那在这个 我们要计算很多的指标呢 这些指标其实都可以在这一行内去做计算 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有90%的 都可以在行内去做计算 那么我们在 只需要在行内做计算 我们就不需要reduce 所以我们在一个指标map的程序里面 就能做大量的这个指标的加工 同样的在这个 对于销售员对于客户来说 我们也会有一个独立的程序 去可以使用一个程序 就可以算很多的标签出来 然后我们自己 包装里的这个 指标就是这个标签的开发框架 在 就是在开发测试的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 就是它使用这个 可以使用类似后的这种方式去编程 然后屏蔽掉了一些 HBase还有mapreduce的API 让这个 写业无代码的开发人员可以更加专注一点 然后还有在这个运行阶段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通用 应该说公用的一个mapreduce程序 放在那里 然后对于比如说这个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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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表和ro武表的名字啊 然后在这个运行时呢 我可以去选择这个 我去做这个 我去运行哪些计算类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 对于读写的时候的这个 优化的策略 也都做成了配置化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对一个 已经有上百个标签的表 去增加一个标签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 开发一个新的计算类 然后在运行这个计算类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个公用的程序 去执行这个一个计算类 然后在读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去读这个 读快照 读这个圆表的快照 然后在这个执行的时候 我可以打开这个 Column Traffic Filter 就可以去读 只读这个宽表里面 这个计算类需要的那些列 然后再打开这个 Backload的开关呢 我就可以先生成 HFile再做Backload 最后存量跑完了之后呢 这个表里就已经有了 这个数据了 然后再把这个计算类 加到了这个增量的 日常增量的配置轮件里面 它会默认地开启的 一个增量的开关 那么每天只会去处理 这些有变化的数据 好 刚才加工就说到这里 然后加工完这些标签呢 我们会去做提供一些查询服务 包括这个去查加工完的标签 还有整合后的数据等等 那HBase这个高密发低延迟的特性 也非常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对这个客户类的查询请求 提供了查询应用 提供了这个客户视图 对销售员的这种查询应用 提供了销售员视图 另外我们刚才说到 会有业务实体关系的 这个客户家庭的这个需求呢 我们提供了家庭视图的应用 然后 这个我们提供这个 就是提供这个查询服务 给各种应用系统呢 他们对这个标签的使用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更加灵活的 像Circle一样灵活又强大的这样的web service 然后我们的感觉是说 HBase它本身提供最简单的这些最基本的这些API 就很好地支持了我们自己的这些需求 比如说我要取 我这个应用要取 一批客户的某一些指标 那我们在这里就其实只需要有get 然后有add column 然后get 组合get list 然后如果需要有条件的话 可以加foot也可以不加 然后这个就可以比较简单 然后又高效的时间 然后最后就是把数据export出去 到hive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加工完的那上百个标签呢 就可以提供给后边的这个BI的应用使用 最一开始我们是使用这个 因为hive上有对这个 那个external table对hive可以支持 所以我们一开始建表都是 这个数据搬过来都是 从那个external table里面 就是先建一个external table 连到这个hive表上 然后把数据抽出来 写到另外一个hive表里 但是随着表越来越多呢 我们觉得这个很麻烦 就是我每次要读一张这个表 我还要先去写一个create的语句 然后当我们知道快照这个东西的好处之后 发现这个external table对这个快照的支持还不是很好 就是我们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去写了一个通用的 webReduce去把这个hive表的数据落到害物里 并且支持快照 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使用哪些hive的特性呢 去优化我们自己的系统 刚才那位这个同学说他做了读写分离我们也做了 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只有一个A级群人 然后所有的读和写都在一起 刚才大家也都听到我说的一直都是离线的处理 所以我们大量工作的内容都是离线的 这个在A级群上呢 经常会因为离线的这种跑劈导致Ridium Server的GC 然后影响到查询 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因为任何原因去这个重启了一个Ridium Server 或者是做了contaction等等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止读基圈B 这个止读基圈B呢 就是它上面完全不跑劈 它只负责去 它只是由这个A级群人把加工后的结果复制上去 复制的这个策略呢 是因为我们都是跑劈 所以这个复制的策略并不是replication 是这个snapshot的 export snapshot的一个工具去做的 然后它的原理大家可以理解成 就是HFile的就是HTFS级别的这个文件拷贝吧 然后对两边的这个Ridium Server的影响都很小 然后为什么要做了一个那个C级群呢 是因为当时A级群资源不够了 然后新的设备的这个情况 就是新的设备的这个Page呢 比这个A级群要差了很多 就虽然那个内存和磁盘可能都差不多或者更好 但是CPU一下小了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就是之前在这个 好像就是上一次的那个HFS Conference Asia的这个圆周会议上 还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 那个就是因为HFS Region的Balance 它不会根据资源情况去定 还有可能有些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是 所以大家都不建议把这个不同配置的 或者配差很多的机器去放到一个集群里面 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有可能有些管理上的原因 就我们偏向于把平台和应用去分开 所以又建立一个用低配的机器去建立一个ClusterC 然后配置上的话就是 我们这边了解到这个Region的Balance的这个 这个策略的默认的不是按照表为这个视角去做Region的Balance的 它可能是按照RegionSolar的这个视角 那么我们希望呢是看到这个表的这个Region均匀 分布在每一个RegionSolar上 这样我们因为我们全都是批量的读写 所以在读的时候 这个对在各个节点的这个资源使用才会比较均衡 然后G1GState也是在上一次那个会议上 听了小米去分享G1的调语之后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 原来我们布子卖的比较小 就是原来是看官网是24个G的队 然后我们调完G1的时候改成32个G的队 但是G3的情况是改善比较明显 那关于Major Contention呢 我们是在生产商是默认关了这个它自动的那个Major Contention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加工是就是这种批量的加工 而且怎么说我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存量的加工 这整张表可能加起来十个T的数据我要每天都重新跑一遍 那如果我不去做Major Contention的话 大量的就是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多然后程序也会有讨厌 所以我们在每天的晚间都会有一部分表去做Major Contention 然后每周周末的时候也会有一批 预分区就不出了这放在这里也不太合适 然后读的这个优化呢 我觉得今年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优化就是Snapshot的这个读 这个为什么说性价比高 因为代码的感动量非常小 就是就那么几行 然后但是这个效率的提升呢非常非常高 就是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感觉整个这个集群都 因为对Rigion Server压力降下来之后 整个集群都轻松了 所以整个流程大概效率提升了一倍以上 然后下面三个呢都是在 在这个知道这个Snapshot之前 去降低对Rigion Server影响的方法 都是都是过滤器 那第一个呢是刚才提到的一个一点 就是我们那个宽表是会非常宽 但是一个计算列它运行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其中的几个列 但是我们那个列名呢就是宽表上的那个列名呢又是不固定的 所以使用这个Column Prefix Filter去选择这些我们需要的列 那这个所谓的Data Blacklist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这个异常数据的 就是我们真的会有一行里面有上百万个列的情况 那这些数据可能它是异常数据 但是它在这个核心系统里面也是这样存的 那我们也不能把它删掉因为要做数据的核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整理了一批这个数据的黑名单 然后把它在加工的过程中把它跳过去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是增量的读 那就是说我每一行记录里面 我的表里每一行记录里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字段 就去代表这行记录最近一次更新的时间 那下游系统下游的这个处理程序呢 需要从这张表读数的时候它就可以根据这个字段去判断 这个就是它可以根据这个字段把增量的数据去走 然后写呢就是 这个大家也都会这么做 就是我们把因为都是跑批 所以就把这个读出来的数据加工完之后 都写到先写HVal然后再去做backload 然后我们也是对这个东西稍微封装了一点点 然后去可以更简单的去改造这个 原来这些历史上写过的man-reviews程序 但是只能改一些比较简单的 稍微复杂一点 比如说你重写了partitioner等等 我们就很难实践了 所以如果不能去做backload的话 我们就去把这个readerheadlog去 这个wall去跳过去 也会减少对redin-server的压力 接下来说说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要跨集群的去复制这个复制表 从A集群拷贝到这个指导集群B 那这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先在A集群去建一个这个表的snapshot 然后去用那个exportsnapshot那个 就是在应该说在B集群 在目标端去起了一个exportsnapshot 去读这个A集群的东西 去这个表 然后这个程序跑起来之后其实是个mapreduce 然后在目标这一段 就在B这一段要先disable表 然后去做snapshot的restore 然后再enable表 然后再把圆端的snapshot删掉 那我们把这一套流程去配到了Wuze里面的一个workflow里面 然后就把表明当作参数露出来 就像这个东西在整个主流程里面复用了 但是用起来发现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会第一步这个创建 第二步这个导出的时候会有一些会经常预料的这个报错 然后建表的时候的报错呢 大概都是超时 都是超时 然后我们的猜测呢 就是说在它 建快照不是建表 那个 建快照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表的一部分rigin正在做convlection啊 speedtransition等等 那可能它就会耽误一些时间 它默认的超时时间是60秒 我们也之前没有去调过这个时间 所以可能就超过了 超过时间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创建快照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指定一个参数叫scapeflash 我们并没有去指定这个参数 那当这个rigin server比较忙 或者它有很多的rigin的时候 或者它的map story有它很多的数据的时候 可能它做flash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那么超过60秒的话它也会报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大概是这样几个 就是对于比较大的表 我们就干脆把我们实际需要拷贝走的那些字段 拎到一张小表里面去 它的rigin go数啊 然后数据量什么的都会更小 而且并没有 现在并没有应用去用这张新产生的表 那么直接去拷贝这张表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 见失败了我就等一等再去试一下 等个一分钟再去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可能就是 如果这个表它不需要一直在线的话 我就把它disable掉再去做快招 那就会基本上都会成功 然后还有人这个还有还有这个大臣提示我说 这个避免这个rigin transition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在我们就在整个加工流程的过程中 把rigin balance先停掉了暂时的停掉了 当然如果你们如果大家不介意的那个去 就是创建快照的时候 可以不去管那个mem store里面存的那些东西 你可以选择跳过这个flash 还有就是可以直接去增加这个创建快照的time limit 还有一个是这个对刚才是创建的时候的报错 然后现在说一下还有一个是导出的时候的报错 那就是它报的是photonoc fund 那我们去读了日志 还有去看了那个圆码之后呢 发现它每一个在快照文件中定义的这些文件要被拷贝的时候 它都会去找四个目录 这个从顺序的大概是 顺序的应该是这个data 然后.time 然后一个mobdir 然后是archive 那当我们这个表的快照已经创建成功了之后呢 这个如果这个表又发生了一个 比如说compaction这样的事情 那么它会有新的数据 新的数据文件写进来 那原来的这个老的数据文件呢 就是快照里面实际记的这个数据文件呢 它被放到了这个archive下面 就是第四个文件夹下面 那原本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它会顺着找下来就好了 但是这个代码里面我们发现一处bug 它从这个 从第一个文件夹找下来 就找到.time 就找到第二个的时候 它就已经 爆错了 它不往下找了 永远都不会走到那个archive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 就是 刚才说的那个办法 我们如果它能 这个disable掉的话 我们可以先disable掉 避免它去 就是先disable掉 再去做stampshot 就避免它发生这种compaction 等等这些问题 然后 要么就是 就是 就是目前的解决办法是我们 修改人员码里面的一些东西 打了一个新包 去换掉了这个 Explos snapshot的这个炸包 算是初步的解决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 是一个老问题了 就是很多人都会提到 说这compact never end的问题 就是 当你的这个 它是一个HVS bug 12959 然后 当你的这个表是一个 它的data block encoding 是prefix tree的时候呢 它就会 可能会发生这个compaction 一直都结束不了的问题 那 做这些HVS相关的项目的时候 很多表都是这样 都是 都采用这个 data blocking calling perfect tree 所以 第一次出问题了之后 我们清理了一批表 但是 还有落网之余 今年 又出一个问题 又是 跟这个东西有关 所以 再次提醒各位 这个 刚开始用HVS的朋友们 不要 不要去使用这个prefix tree 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 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是 我们是使用这个 快照导出的这种方式去做 做这个 数据的复制 那 在这个 拷贝快照 拷过去了之后呢 要去 disable表 然后restore快照 然后再enable表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 这个 表是一个下限的状态 那插线服务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 这个我们 我们一直想 有一个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们考虑过 说 把HVL 这个 增量的HVL文件 考过来之后 去做buckload 但是 这样的话 我们也要在B集群 就是这个查询集群上 去做compaction 我们 我们是不太想在这上面 做major compaction 也会影响到查询 所以 我们 开脑洞觉得 这个时候如果 HVS上 它 如果可以有一个 类似于同义词 关系数据库 与 Synonym 这样的一个特性的话 那我可能 restore 想办法把它restore 成一个 不同的表 然后我去改这个 Synonym的 定义 指向另一张表的话 这样会很好 或者 同义词 或者仕图 这样的东西 然后 locality 变成0呢 是 就 因为任何原因 我们去重启过 region server 或者其他的 比如说 这个balance的时候 做了这个 transition 可能这个region 它的 数据都不在本地 那么它的这个 在批量读的时候 它的 它要从 其他的机器上 把数据拽过来 它的 读的 这个性能就会下降 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 使用这个 一个脚本 在 发生过 重启之类的事情之后 去 把这个 我们关心的 我们关心的一些表里面 region 的locality 比较低的 这些region 拿出来 然后去提交一批 region级别的 major compaction 当然我不觉得 这是一个太好的办法 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好的办法 那还有一个 接下来说一下这个 未来我们可能会用HVS 做的事情 一个是 跟Phoenix有关 我们希望用 这个 用Phoenix去实现一个 这样的场景就是 灵活的这个 实时的高并发的 短查询 实时和高并发都好理解 短查询我们的定义就是说 差不多都是用K来查 然后 它的这个 查询的 这个 条数比较少 然后它返回的 这个 结果的时间 也会比较短 大概这个方案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 在Phoenix上面 做了一层 做了一个ODS层 然后 但这个ODS层上 不好批 它只靠短查询 然后数据呢 是靠这个 Spark Streaming 从我们 已经 实时在 有实时数据 去写入的这个卡卡里面 读出来 然后 实时的写到 这个 Phoenix 对应的表里面 应用层呢 去提供 使用这个 一些 就是使用SoCo去写 这样的一些 查询的 语句 去 支持这个 明系 还有 系列录汇总 这些查询 查询需求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也在下面 所以希望他 明年还有机会来的话 由他来分享一些 关于Phoenix的 这个 内容 然后 下一个还是实时 实时相关的 就是 我们刚才那个是 刚才那个项目是在 服务端 在服务端 在服务端 相当于在 服务端 写逻辑献算 去实践服务的 那我们已经加工了很多的 这个 客户标签啊等等 这些 我们希望 这个 我们就想 这些 加工好的这些标签 可不可以做成实时化的 所以 我们就想 开了一个脑洞说 这个 能不能用HVS的这个特性 去让这些 标签的加工可以实时化 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说 我们有一个 有全部的这个 有这个核心系统 数据库日誌在实时 往里写的 这样的卡不卡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时候 有一张保单多收利 比钱 那卡不卡里 会多这样的一条记录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刚才说 去做数据整合的一个 Spark streaming程序 去 读到这样的一条记录 然后把它写到了 刚才说的一个 保单宽表的这个 整合的这个 保单宽表里面 然后把这个 同时把这个roll key 丢到下一个topic里面 那在这个topic里面 保存的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 嗯 需要去处理的这个 保单宽表的roll key 那也会有另一个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Spark streaming程序 他负责去 处理这些 那 呃 需要被处理的这些 保单宽表的 呃 数据 他从topic里面把这一批 呃 呃 每次会把这个 大家都知道 Spark streaming是读小批嘛 然后他每次拿到一批 click之后 呃 就 从 保单宽表中 读出一 一批数据来 然后去做标签的加工 那我们也希望 这些标签呢 因为我们之前 已经把它写到 独立的这个 计算类里面了 呃 呃 我们希望这这对计算力都可以 都可以复用 然后 不用重新写 呃 就是 呃 以此类推呢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这个 这个客户标签的实时化 呃 同时我们不 可以不光往HVS写一份 也可以同时往这个 酷度里面写一份去实现这个 这个实时的数据呃 呃 分析 好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时间 呃 HVS监控嘛 HVS监控 我们就用原生的HVS监控 还有加上那个 因为我们用CDH的 然后在CDH上面的 没谁讲话 还没有其他问题呢 呃 如果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 呃 呃 就感谢 汉真带来的 演讲 呃 OK 我们感谢汉真带来的 演讲 呃 呃 现在的话 时间 已经是到中午上的时间了 呃 所以说我们 上午的 会议日程 就已经结束了 呃 下午的话是1点半 我们准时开始 呃 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好 那我们先这样 我们先休息 一会儿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再次用一个 好